我们现在再往下讲 伤不律居 悔不为生 伤不律居 是说 万一逢到了这个伤势 没有钱的话 也不可以说 想到要去卖你的房子 来办这个伤势 脑筋办伤势 即使没钱 脑筋不可以动到你的房子来 悔不为生 就是碰到了伤势 再伤心 你不可以说憔悴 憔悴到鬼情灭性 就是说 危及生命身心的安全 那是古生先贤都不允许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后面就会讲原因 说伤不律居 为无妙也 悔不为生 为无厚也 为什么告诉你说 理 是伤不律居的 合一理 伤就不能律居 为什么原因 为无妙也 恐怕怎么样 恐怕先人的牌位 没地方放 你为了办伤势 你没有钱 你把仅仅存在的 这个萧条四壁的破宅 给卖了 卖了也没多少钱 买了一口棺木 买上了就没了 结果买上了之后 回去要安神祭 要在哪里安 没房子 牌位要放哪里 没有地方放 那就等于你 你背着祖先牌位 背在背上了 他跟你去奔坡了 对不对 他说这是大不孝 再怎么样没钱 就算是草棋捆一捆就埋了 都可以 绝对不能 现在有房子 卖到没房子 然后呢 把它拿来给安葬 捕人不许你这样做 好 那 为什么悔不为生呢 好 因为未无厚也 你如果悔 悔到身体 结构都失去了正常 纵然你狗眼残喘 后来还活着 你也无法生育 你也无法照顾自己 那 你不是把后代给断了吗 古人说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为什么无后为大 因为祖先的血脉 要让他一直绵延传承 各位 你有时候会想说 如果祖先 血脉不传承 就不传承 有什么 各位 我把例子举大一点就懂了 我们就想中华民族吧 各位 你们家一家的血脉 就跟一个 讲大一点 就是一个 主 一个国家的主 血脉一样 如果有一天 一个政策失当 一个作为失当 致死东华民族 整个全部灭种了 这个罪过大不大 那你说 那不得了 那这是很大 对不对 也是同样的道理 把它放到小一点 到家里院来 整个独卖来说 这个独 因为你想表现 那个哀伤 哀伤到过度 自于你悔情 灭性自于无后 那你罪过大不大 你罪过很大 所以才叫做 无后为大 整个国家民族 变里灭了 你看罪过大不大 那是很大的 这两条 各位你看 古人所定的理 是不是叫我们说 钱花越多越好 是不是叫我们说 越伤心越好 他 这么样的伤心的哭泣 那 人家都说他很孝顺 所以我要比他 更伤心的哭泣 所以人家会说 我更孝顺 他伤心 所以他三天没吃饭 人家说他好孝顺 好 那我伤心 我要七天没吃饭 所以人家说 我更孝顺 古代就有这样的例子 结果呢 办伤事变成在哀伤比赛 哀伤比赛到最后怎么样呢 死了不少人 所以古人都知道这些啊 人类的愚痴啊 百姓的愚痴 不理智就是这样啊 所以在礼记里面就跟你规定 伤不理智 不准你卖房子 没钱也不准卖房子 毁不为生 再怎么伤心 绝对不能危及到 你的身心 这个就是很符合人性啦 所以我们从这两句话 我们就很明白的 可以知道说 古人啊 治这个礼啊 不是强人所拦 而是呢 非常贴近人性 他还要用一些规定 让你不要脱离 这个人的正常生活 中国人的人性 好 我们看下一段 延宁济子是骑 说这个延宁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人 叫做济子 他呢 到齐国去 好 那延宁是什么地方呢 是这个吴国的一个县 那就是吴国的一个义 差不多呢 在现在的江苏省 这个地方 那 这个地方呢 延宁呢 是济子的 封地 好 那济子是谁 济子呢 是吴国的公子 他的名叫杂 所以叫做济杂济杂 那 济子呢 有 有四个这个兄弟 他是同一个母亲呢 下面呢 有四个兄弟 那济子 之所以称为济 各位古代 你看到 这个 有济这个字 那通常都是比较小的儿子 济就是小的意思 梦中济的济嘛 那他是比较小的 但是他最很有才 那兄弟都很喜欢他啦 兄弟都很喜欢他 所以呢 就想把他立为君 你知道吗 可是这个济子 因为他觉得知道说 自己不是长子嘛 他就推而不受 然后呢 逃到延宁 这个地方去了 说延宁呢 其实也是他的封地啦 那说他 他就到延宁去了 之后呢 终生不再入到 吴国的国都里面去 那济子呢 就是让国居于延宁 所以呢 以后人家称济子 前面就加延宁 来称他啦 说延宁济子 延宁济子 于其凡业 其长子死 好 那延宁济子呢 到有一天到其国去办事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 他的长子呢 就过世了 藏与 盈 伯之间 那盈跟伯 都是齐国的地啦 差不多了 如果以地理来说 差不多是现在的 这个泰山的附近 那他回来的时候呢 他的长子死了 然后最后呢 就把他葬在 这个齐国的 盈跟伯之间 那因为他的儿子 就是跟着他 出行到齐国嘛 要回去的这个路上 就死了 孔子曰 延宁济子 无知 席于理者也 往而观其障焉 好 孔子知道说 这个延宁济子 是个贤人啊 那么现在呢 要办他儿子的伤事 他是吴国里面 最熟悉于 这个理的人啊 那个席于理的 那个席啊 就是手练 所以呢 这个孔子呢 就要去 因为他是个贤人 的儿子嘛 过世嘛 要去跟他 调商一下 然后顺便 看看他呢 既然他是一个公子嘛 各位对不对 早期嘛 是个吴国的公子嘛 那那个公子 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啊 他的儿子 他又是一个贤人 又是一个 有身份地位的人 究竟他是怎么样 办他的伤事 来来去看看 合不合理啊 其砍身 不至于权 就说 他在埋葬的时候呢 那个坑啊 挖的呢 不很深 急于权 就是表示说 挖很深了啦 那是什么样的人 才会挖这么深 达官贵人 一般都挖很深 然后里面造一个石室啊 有没有 然后把它弄得很坚固 很完好啦 那不至于权 的意思就是说 三五个工人 半天也就可以挖出来的 一个坑 那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坑 就对了啦 不至于权 其练以石伏 他这个 过世的时候呢 身上总要穿衣服啊 叫做小练 对不对 总要穿一些衣服 这小练的时候穿的衣服呢 也就是一般的 平时穿的衣服啦 就是一般平民小练穿的衣服 比如说我们现在民间来说 都叫做寿衣嘛 寿衣是在里面的啊 那外面呢 外面还要再加上一些 比较平时最喜欢的 好看一点 体面一点的衣服 但是呢 也仔细看呢 也不是什么公子哥的衣服 为什么 因为他们家很简朴 他的儿子穿的 也就是平常的衣服 平常的衣服跟别人比 也就是平常的衣服 就很平常啦 不会因为他贵族 而另外制造什么啦 什么以前的皇帝 不是金履衣吗 那就是很特别啦 对不对 寄葬儿风 好 那个棺木放到坑里面了 儿风 风就是呢 风土啦 就是堆土 各位每个坟墓上面 不都凸出来吗 就是堆土 那 现在的人堆土跟古代不一样 古代的会堆高高的 广轮掩刺 那个堆土呢 堆多广呢 广轮 广轮就是周围啦 广轮掩砍 那他的堆土的周围呢 就是可以盖住那个 放棺木的那个坑 可以完全的掩盖住 意思就是说 墓地没有很大啦 那说起来也就是一平两平 就这么大 就是说 那第一说 三个平米 五个平米 那也不就是这么大 那一般人不都是这么大吗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他虽然是公子哥 但是呢 他很崇尚简朴啦 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他的 他是跟一般平民百姓的心呢 是在一起的 其高可隐也啊 那那个堆土堆多高呢 可隐也啊 那个隐啊 就是手 你的手肘可以放 可以靠 各位我们如果站在窗台旁边 或者站在栏杆旁边 我们的手会靠上去 对不对 那个靠上去 那个叫做隐啊 就是风土的高度呢 那刚好手肘这样可以靠得到的高度 那差不多多高呢 那就符合百姓的制度 百姓的那个木 风土的制度 就是四尺高 四尺高就是平常的尺寸 那各位就想啦 现在的木很少看到这种堆四尺高的 各位他以前不是堆四尺高而已 我们前面讲过 那个孔子喜欢的木还是马列 马列形的 就是中间间间凸起四尺高 他要做什么呢 就是啊 第一个做标记 远远看就知道 不会三连回来 出国三连回来 一看荒草漫漫 结果祖先找不到 这个大不孝 对不对 高高的看得到 第二个呢 小孩不会爬上去 我们现在有时候去扫木 你扫你的木 把你的木弄得很干净 但是你的脚踏过的地方 都是别人的木 然后从中间给它踏过 这个不好 各位以后要改 这个不静 我们要走到 可能在一大片的墓园里面 我们要走到自己祖先的木 别人的木 我们可以从小径慢慢绕 我们不要从它的木 直接给它跨过去 那个是很不静的啦 因为这样 所以 你设高式牌也没用吗 那古人比较聪明 就给它弄尖尖的 就像斧头 有没有 尖尖的嘛 就做这个造型 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说 这个阎年记者 他的儿子过世 跟平民百姓 没有什么不同 这个人很有节制 很清廉 季风 左坦 右环其风 这个土堆好了之后 他这个坦路 左边的地板 那这个商事 商礼啊 都是左坦的啦 那用这个符合于礼的事情 都是左坦啦 有一种情况会右坦 什么叫右坦 古代 就是我有罪 我戴罪要请国君来行刑 自己奉了 奉了这个一把剑 或一根荆棘 请国君你处罚我吧 那个时候就是右坦 如果一般不论己礼商礼 只要符合于礼 都是左坦 好 那他就左坦 然后呢 右环其风 从右边绕着这个坟墓啊 且好者山 边走呢 这个边说话 好 好什么意思 好就是在哭的时候 而且还说话 就是好啦 好不只是哭啊 好也不只是说话 就是哭跟说话 两个合起来 才合叫做好 且好者山 就边走边哭啊 边说话 绕着坟啊 走三圈 然后呢 嘴巴说着 说 古漏归附于土 命也啊 他现在就是要离开了 已经葬完了 这个父子呢 要别离了 那么他别离之前 没有什么 赠给他儿子的言啊 但说几句话来 宽慰宽慰生者跟王者吧 他告诉他的儿子说 古漏归附于土 命也啊 说人的人呢 有血有肉 本来是吃五股杂粮而来的 本来就从土里面来的嘛 因土而生的嘛 人死了 又回归土而已嘛 这是最自然的事情啦 说命也 这是命运决定的 这无可逃 谁都无可逃 这都皇帝也无可逃的 自自然然的 那这边是在表达 弟子的豁达啦 好 这是很自然的 不需要哀气啦 也自己宽慰 也让这个过世的儿子的灵魂 听到之后会宽慰 这是很自然的 不要再哀伤了 若魂弃则 无不知也 无不知也 但是你的灵魂是自由的 你是无处不枉的 你想到哪就到哪的 你并不是狙狙哀哀被拘束在这里 我很宽心 其实你是很自由的 那也告诉他的儿子说 你啊 你是很自由的 千万不要执着 你是很自由的 至于这个肉体归于土嘛 这是谁都逃不了 这很自然的啦 不要再伤心了吧 而碎行就这样绕了三次 依依不舍啦 他的话里面充满了觉醒啊 实际上父亲总是父亲 儿子总是儿子嘛 父子有亲嘛 还是依依不舍 虽然依依不舍 还是要告诉 跟你讲一些 可以宽慰你的灵魂的事 也宽慰自己的心嘛 比如说骨肉归附于土 命也啊 不需要留恋啊 若魂弃则 无不知也 无不知也 说灵魂其实自由的啦 我知道你 现在过得比生的时候呢 还要自由 还要快乐 宽慰灵魂也宽慰自己 睡醒 就伤心觉理啊 赶快回去 不忍再看了 那这充分的表达 一个为父亲的人的 依依不舍 也充分表达 一个智者的觉悟的心思啦 孔子曰 炎灵季子 知于理也 其合以乎啊 公子看完 这整个过程 说哎呀 这个炎灵季子啊 他对于这个 办上事啊 的人情义礼啊 其合以乎啊 他真是真的很 合于人情义礼了啦 他办得这么样的 质朴有结 他虽然是五谷的公子呢 他没有以贵族自居 对不对 他一点也不熟气 令人听完 他的话 看完他办的事情啊 拙然而立啊 可以立起自己的志向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得到说 符合人性啊 简单朴实啊 谦逊 谦虚啊 简约 这就是理啦 古人所说的理 不外乎就是这些啦 中文字幕提供